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商天下》 我是慧妍 大陸今年的雙十一扣物節 已經落下為幕 不過今年的雙十一 各電商平台 普遍都比較低調 不僅沒有報喜式的實時成交額 天貓也沒有公佈實時交易數據的大螢幕 而雙十一近年來 已經成為各大電商競技場 但在中共強化監管之下 今年的雙十一 似乎有不同層上的市場氛圍 雖然交易額體仍然成長 真是難以掩飾中國消費需求疲弱的現實 今天我們就和大家談談雙十一 所反映出的消費疲弱 以及背後存在的一些問題 雙十一的叫法 是因為這是每年11月11日舉行的大型促銷活動 也叫光棍節 2009年阿里巴巴啟動了雙十一扣物節 之後每年的銷售額都不斷增長 現在已經演變為中國 乃至全球的最大消費活動 在十三年的時間內 消費者在雙十一期間的購買力 幾乎是呈現了幾何級數的增長 而淘寶每年都會在雙十一期間 顯示實時成交額 計算單位也由幾個小時縮減到幾分幾秒 但今年的阿里巴巴 就展示出與以往完全相反的低調 既沒有展開速銷戰 折扣戰 也不再對成交額實時跟蹤 而是將重點奉去公益項目的推廣 而無二中共監管部門 對阿里騰訊等大型科企展開的全方位整肅 就是改變今年雙十一消費氣氛的主要原因 不過因為疫情影響 由去年開始雙十一就變成雙折棍 交易額的統計也由24小時變成11月1日到11日 天貓的解釋是 活動時間拉長可以覆蓋更多消費者 可以改善消費者的購物體驗 而去年天貓雙十一的交易額增長 也因此達到85.6% 而這幾年不斷放緩的增長中 有了一個大幅度的提高 事實上 本來在24小時內達成的戰績 現在要通過十幾天才能達成 其實就是消費疲弱的體驗 而淘寶拉長戰線的背後 也反映出消費額增長已經見頂 在2017年前 淘寶每年雙十一消費額的增長幅度 都在30%以上 但在2018年和2019年 消費額的增長幅度 相比下降到27%和25% 而今年的雙十一 仍維持在去年雙折棍的時間設計 並將首次預售的時間 提前到10月20日的晚上8點 對用戶來說 那雙十一是越來越長 對業界來說 就是成交額越來越難以分析對比 不僅是平台的橫向無法比 即是同一平台中向也越來越難比 不過 在數據中 我們還可以看出 今年的雙十一銷售成績 並不起眼 據星圖數據的統計數字 今次雙十一 當日的全網銷售額 同比下滑了5.5% 而由11月1日到11日 整個銷售期來看 阿里巴巴的成交總金額 得到5,403億元人民幣 但同比增長就大幅下降 由去年的26%下降到今年的8.45% 另外京東的成交總金額是3,491億元 同比增長29% 也低於去年33%同比增長 而天馬和京東兩大巨頭平台的交易額 佔到全網交易額的92.15% 另外 這裡的成交金額也不是完全中國消費者的交易額 外國消費者也會趁著雙十一落單 例如據阿里巴巴集團統計 今年11月1日到3日 外國消費者買聖誕樹 聖誕禮物的銷量同比增長了51.91% 所以這些交易額反映出來的不僅是內需 也包括了外需 而從今年的情況來看 外需非常強勁 譬如據中共海關總署統計 今年上半年 跨境電商出入口額 達到8,867億元 同比增長28.6% 其中出口額為6,036億元 佔出入口總額的68% 同比增長44.1% 更重要的是 無論國內媒體誇讚今年的雙十一 展示了怎樣的消費潛力 都是無法掩飾大陸消費疲弱的現實 中國9月份社會消費品領售總額 同比增長4.4% 而根據中國文化和旅遊報酬的中心推算 十一黃金周 對消費的帶動效果不及預期 國內旅遊收費同比減少了4.7% 只是恢復到疫情前同期的59.9% 而由於新一輪疫情 仍然持續發酵 明顯收緊的疫情管控措施 還將會再度衝擊消費 所以新華財經 綜合9家機構預測 10月份社會消費品領售總額的同比增長 可能將會進一步下滑到3.4% 為此10月20日 中共商務部副部長黃炳南曾經表示 目前消費恢復 仍然不穩固不平衡 特別是受到疫情 洪水災情 基數提高等因素的加上影響 商務部要推出進一步 促銷消費的措施 由目前的情況來看 大陸各地確實都推出相應的措施 例如11月9日 廣東省推出促進城市消費的9項政策措施 包括鼓勵連鎖經營 提升雙圈消費 以及促進汽車 餐飲消費等等 並將會實施到2022年12月31日 其中包括為了大力推動節能車 新能源車的使用 將會逐步放寬廣州深圳的汽車上牌指標限制等 在福建、泉州市 全港區在11月11日啟動雲購節 將會發行2,000萬元維民消費券 舉辦8大主題活動 帶動當地的商務民旅消費全面復收 福州市在11月12日啟動了買車促銷活動 準備發放總額1,240萬元的買車補貼 包括以新換舊和買新車 另外今年3月 大連也已經開始發放維民消費券 總計3,000萬元人民幣 傳媒報導 大連在11日通過APP 發放的第6批消費券 11秒內被一場而兇 而中國消費疲弱的另一個例證 就是美國消費者的車設品購買力 超過了中國消費者 據美聯社報導 布欣諮詢公司在11日發表了一項研究顯示 全球消費者在高端食物皮具和服裝的個人車設品上的支出 預計今年將會增長29% 達到大約3,250億美元 恢復到2019年病毒大流行之前的水平 而且目前的美國消費者 已經取代了中國消費者 成為花費最多的消費者 佔了今年所有消費額的三分之一 而中國消費者的比例大約是23% 和歐洲人持平 而中國不僅是消費力疲弱 目前還要面臨高通脹困境 10月中國生產價格指數PPI和比升幅 進一步突破13% 創下了26年來的新高 與此同時 售蔬菜價格明顯上升 以及PPI對CPI 轉到效應加強等影響 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和比上升了1.5% 創13個月新高 數據顯示 10月CPI和比升幅的食品價格中 豬肉價格下降44% 酸菜價格上升15.9% 淡水魚、雞蛋和食用植物油 價格分別上升18.6% 14.3% 和9.3% 非食品價格上升2.4% 其中 汽油和柴油價格分別上升了32.2% 和35.7% 不過雖然通脹壓力加強 恒生銀行的經濟學家 卻調低了對今年年底 中國CPI升幅的預期 理由就是消費疲弱 因為今年前9個月 中國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支出增長 都徘徊在疫情前的水平之下 不過除了消費疲弱的問題外 雙十一 還存在其他一些深層問題 譬如每年的雙十一 各大平台打著吸引人的特異促銷 百萬補貼等口號 以大幅度的優惠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但是其中有不少針對消費者的手法 所以 今年11月4日 中國消費者協會專門發表了六大消費提示 首先就是不要迷信所謂的價格優勢 因為有些商家使用的是先升後降的手法 有些商家設計的各式各樣贈品 實際上到手價格和平時沒有差別 甚至還可能會是全年最貴 據報導在今年的第一波促銷活動 韓國一個知名護膚品牌 曾宣布在李佳琦的直播 給出歷史最低價 但是那些女士搶光 十合370元的產品之後就發現 原來官網的價格只是240元 而官方在發現流動之後 竟然只是靜靜雞 下架了官網商品 裝什麼都沒有發生 而很多類似的促銷手法 相信有不少消費者都經歷過 其次 雙十一本來是由阿里發起的購物狂歡 而現在 京東 拼多多 抖音 快手等平台 都加入這個賽道 例如 抖音在今年的10月15日 就已經推出了31好物節 快手也將自己的116品質購物節 提前到10月20日開始 結果就是 商家的內卷也人益嚴重 對商家來說 通過價格戰帶來的高成交額 形成了一種負擔 仍消費水漲船高 而留給消費者的養理空間 就正在逐步縮窄 而且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因此 不少商家就選擇推出雙十一 例如 網易嚴選的CEO梁君 就在今年11月9日內部信說 雙十一被眾多商家設計成一座迷宮 所以公司去年決定推出充滿透露 鼓吹消費主義變美的雙十一 重要的是 消費者的觀念也正在佔趨於理性 在逗犯平台 不參與雙十一的話題 瀏覽量接近200萬次 不要買小組的成員已經超過30萬人 除此之外 溝門男性 溝門女性 酷陽毛等群組都有接近10萬名成員 可以想像 隨著消費者和商家都更趨向理性 而且 現在很多的直播帶貨都拿到最低價 不用等於雙十一給出的價格優惠 所以未來的雙十一可能還會更平淡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點讚、訂閱和分享 感謝你的收看 祝你週末愉快 我們下星期見